天下第一高手岳龙轩 在邪恶灵一战身受重伤 急需天门宝库内的回扬丹疗伤 他将天门令交给了女儿雪宇 让雪宇前去天门宝库取出回扬丹 雪宇因此遭到了武林人士的围攻 最终落到了小鱼和无忌的手上 可很快一群黑衣人来到了小鱼几人居住的客栈 试图抓捕雪宇逼问天门令的下方 谁知这群黑衣人冲入客栈 才发现小鱼几人已经不知所踪 你怎么知道他们今晚会对我不利 因为我看见小鱼拒绝来投诉的客人 我就断定他们驾遥所行动 别说了快走吧 他们一发现我们的空城器 很快就会追上来 等等等等 于老大这个脱油瓶喘着粗气 提出暂时休息一下 谁知雪宇趁着这个时机往后逃窜了起来 可惜刚逃出去不远 就被追来的黑衣人拦住了去路 小鱼和无忌没有办法 只好出手挡住了黑衣人 嘱咐于老大带着雪宇先走 于老大城市不足办事有余 虽然带着雪宇离开 却只顾着自己吐槽 没有注意到身旁的雪宇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 小鱼 往你最不冲 最后还不是栽在我的手里 雪宇其实是故意装疯卖傻 利用小鱼和无忌脱困 他解开身上的绳索后 来到了藏天门令的地方 将天门令给取了出来 可雪宇没有想到的是 贺云天早就已经恭候多时 不仅重新抓回了雪宇 还轻松拿到了天门令 把天门令返给我 义父 你会把雪宇整理 她是月龙轩的女儿 不可以请你放过 暂时先压起来 其他的容护再说 这里解释一下 贺云天见宇文霜身是可怜 将宇文霜收为了一女 所以宇文霜称呼贺云天为义父 而宇文霜也在贺云天的开导下 不再是无忌为杀父仇人 他这段时间跟在无忌的身边 彻底看清楚了无忌的人品 不是那种杀了人又不敢承认的耸淡 因此对无忌渐渐产生了好感 时间来到两天后 小江打晕了看守的华山弟子 就走了被困的雪宇 这一幕恰巧被小于撞见 表示小江可以离去 但是必须要留下雪宇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天门令牌了 为什么还要留着她 她不是别人啊 她是月龙轩的女儿 万一月龙轩真有不测 打腰可当成为天门的第二代门主 小于担心月龙轩死后 雪宇会继续主持大局搅风搅雨 不愿让小江带走雪宇 小江从小和雪宇一起长大 如今又和小于各位其主 不可能将雪宇给留下来 只好从此与小于划精界限 小江在不二中的时候 多次放过了无忌和小于 小于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放任小江带走了雪宇 可雪宇为了救治月龙轩 中途非要重新返回客栈 盗取贺云天身上的天门令 小江深知贺云天不可立敌 说什么也不准雪宇前去 显然这时的小江 已经不自觉地喜欢上了雪宇 雪宇同样如此 他被小江的话语所感动 可小江完成了情侣的第一步牵手 小江健壮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三丰 三丰找到了小江和雪宇 来到了附近的天门分断安顿 埋剑得知天门令 已经落入贺云天的手中 不由得感到十分的棘手 据他估计 即便是他们三丰联手 也敌不过贺云天这个武林盟主 所以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划分两头 明月公主入京贺云天的房间 发现有一个黑衣人出现 大呼有贼的同时向长春求救 黑衣人见到长春吓了一跳 放开明月公主逃窜了前 贺云天等人听到动静前来查看 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推测黑衣人的目标是天门令 建平 你立刻召集所有人 四处封查 不能让他逃走 是 小鱼 是 你给我来 贺云天带着小鱼来到酒窖 说出天门令就藏在酒窖里 让小鱼再次好好看守 他要前去抓捕黑衣人 看看黑衣人是否是天门的人 哪知贺云天刚刚离开后不久 小鱼就遭到了黑衣人袭击 谁 不能拿走天门令